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侧板的眼花问题 你看侧板看我这个吹这么厉 你们发现极度的营养不良吗 就营养不良 缺肥了 但是很多坏人你一定要盖它一个脸 我给你打个比方说 你们看过荒野求生的节目没有 我不知道 就比方说我大旧的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它的胃肯定会出毛病 因为它吃的东西不足一 所以说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它的根系方方面面肯定会受一些毛病 所以说你要用一些杀菌药 你不要用什么老花姨也有卖 也有卖很便宜的 明白吗 再补一些肥料 用繁肥水更哇塞 明白吗 你说我要便宜点 我用花多多 我用其他的那种符合肥可以吗 可以 但是你还得搭配微量元素 这样一来而去就更贵了 肥料归肥料 现在是你可以理解为黄花病 它主要是营养不良 懂这个事就行了 那怎么办 施肥 施肥配点杀菌药 下个皱宝 帮忙看看这个茉莉 不发心仪耳 卷仪耳咋回事 缺肥 缺光 茉莉花 枝子花 酒里香 瑞香这些个 你就大阳光 大水 大肥 前提条件是大阳光 我没有大阳光 不好意思 阳不了 直接阳不了 明白了吗 就跟那个人找对象一样 有房 有车 还得一米八 我大舅上来就没房 也没车 还没有一米八 对吧 记住这几个花 大阳光 大水 大肥 没有大阳光 不行 施肥给光 就行了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大一号的盆了 你这样也行 下个皱宝 枝子花 密密麻麻的小黄底 这个应该用点什么药 还有粉末 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如果叶子不论多 闲得没事 拿个湿纸巾沾点温水 没事擦着玩 连药都不用 老还一我哪有时间 小黄一号 对水 叶子正反面都喷 好吧 找客服药就行了 下个皱宝 天香台阁 叶柄出现黑散 出现霉状物 咋会细念 黑霉病 怎么办呢 加强光照 打杀菌药 小黄二号就可以了 小黄一号二号 我觉得现在就是 目前能给大家推荐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了 有好用的了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用的多 都是250克的瓶装 下个皱宝 在你家买的酒里香到货了 我怎么样能养好它 刚才跟你说了 大阳光 大水大肥 你就给足光照 没有光照 你肯定养不好 土宝 好吧 养挺好的 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挺好的了 拖盘里边的水 及时记得倒掉 要不先找个那个筷子 找两根不用的筷子 给它垫起来 那个花盆 别直直地糊在这个拖盘里边 让它有点间隙会更好 拖盘里面不要积水 加强光照 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就OK了 好了 其他的氧化问题呢 你们在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记得点个关注啊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的氧化知识 我是老花银 氧化最容易 拜了走 嗨 嘿嘿 嘿嘿 带来吧